7月后将开始迎接太马里乡金针山的金针花季 往年公所都会规划接驳车 接送游客上山赏花 但这次考量到肺炎疫情 避免人群聚集在密闭空间 因此将取消今年的接驳服务 7月过后即将进入太马里乡金针山的金针花季 为了方便民众上山 往年乡公所都会提供接驳车服务 但今年度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乡公所审慎思考 虽然疫情逐渐趋缓 但仍避免人群聚在密闭空间 因此将取消今年的接驳车服务 虽然乡公所停止接驳服务 不过乡内仍有许多业者有接驳车 与其他交通工具可以接送游客 日后乡公所也会将资讯 公告制脸书粉专提供游客参考 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 还有那个FB上面 会PO出相关的一些 在地业者接驳的一些讯息 然后提供给游客去选择 而这次金针山的金针花季 配合热气球光雕活动 因此将从8月3日至9月13日 若要上山闪花的游客 最好事先规划交通工具 以免扑空 就讲解泰马理想报道 不知道 快选择